24歲的林媽媽帶著一歲半的小女兒出來玩 小朋友還不太會走路 林媽媽只好一直抱著 在無形中增加身體的負擔 哪裡痛 手臂啊 腰啊 那平常有沒有運動習慣 我也很想運動 可是沒有這個時間出不出來 做家事 那就拖地難免會彎著腰啊 然後抱小孩 肩膀難免會 對啊 會痠痛 媽媽常見的身體痠痛有 抱小孩常見的肩頸部跟四肢痠痛 而做家事像是拖地掃地 也很容易引發腰部跟背部疼痛 可以做一些提肩 做一些轉轉手這樣轉動一下 有些媽媽也許上背 腰會很不舒服的話 我們就做一個抱抱胸 專家提醒如果經過三天休息 身體的痠痛症狀還是沒有改善 最好立刻就醫 把造成痠痛的真正原因找出來 大愛新聞黃才喜 梁家明 台北報導 將會看得太多 budget dos、六、八、六、五、六 然後再配備 把照顧手商 說要合做 一切 那個防ippi